哈囉大家好我是祖泰 那剛好就是這個禮拜我們家就是有些事情就有些狀況比較忙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就是幫各位就是就是來介紹一下就是第三階段的部分 那目前永恆之地我們這個就是我們這個區間已經就是進展到第四階段了 就是已經到那個永恆之地的爭奪 那我就來帶大家再來回顧一下就是就是這幾天的活動 那5月1號的部分的話就是已經開放所謂的深入永恆之地 然後深入永恆之地的部分的話它是所謂的第三階段的活動 然後它特殊資源區就是有開放第二個區域可以讓我們做採集跟打那個一些野怪這樣 然後在5月3號的時候有開放所謂的科研設施就是讓大家來爭奪 然後爭奪到的人就是可以增加就是戰區的榮譽跟那個戰區的那些額外的能力加成啊 然後再來就是5月4號的時候就有開放所謂的關卡3 那關卡3的部分的話就是可以讓我們在前進更下一個區域 那就是還有就是同時就是最後一個資源區也是在就是5月4號的10點同時間的開放 那特殊資源區第三個地方的話其實大部分就是那個可以打的那個野怪他們的機會再更高一點 然後獲取的資源量也會再更多啦 那接著就是在這個關卡3開放的同時其實也就意味著就是說我們第四階段已經開始了 那我們第四階段的部分的話就是爭奪就是永恆之地嘛 那就是爭奪中間那一個 那所以就是說其實在三四階段的時候其實這兩個階段其實很像啦 因為就是大部分就是在爆發就是大規模的那個盟與盟之間的戰鬥啦 就是每個伺服器就是開始在開打這樣 所以其實這幾天我沒有辦法做更新也有一部分是我大部分就是 家裡的事情滿晚之後我就大部分都來跟著盟裡的人在打架這樣 雖然就是其實也可以給你們看一下我的戰報就是 看也就知道就是其實那個戰報就是累積的非常的多就是一直在瘋狂打架瘋狂打架 然後雖然就是真的是輸多贏少啦就是沒辦法因為那個 我們面對就是有一些就是比較前面的伺服器他們課長真的太多了 就是我們這次打的就是有一個174吧 174的那個伺服器這個這個前這個伺服器真的太前面了 然後那個 我那個每個人都很高讚我那個打的當下我看到 哇那個每個人都可以直接往那個 直接往就是有削弱設施的情況下直接硬裝 因為硬裝還可以把人家冰都給裝掉那個是有夠浮誇的 所以不只時間啦然後投注金錢也很驚人 所以說日本人真的是非常厲害非常的浮誇啦 那再來這階段就是除了打架以外就是也是要提醒各位 就是說就是假設你要就是退出遊戲的時候 就是記得還是要開個防護罩 就是如果你是在就是第一區的話還可能可以不用開 那但是如果你是在第二區或第三區就是比較接近就是前線的地方的話 我是會建議你就是如果你在在你個人的位置是在那種就是 就是相鄰其他戰區然後就是已經在打架的那一種的話 我個人會建議就是你要離開的時候都要開個盾開個罩 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因為像我自己就是 那時候其實就是已經在打架但是我剛好有事情 我必須要先下線然後就下線了 然後就一直到隔天早上然後再開回來才發現哇靠 我身邊的盟友都已經飛走了然後我自己也整個家都被清空了 因為永恆之地它有一個好處就是說 你就是領地下其實有電力場的時候 人家是不能直接攻擊你的城堡的 啊但是只要你的電力場已被移除 人家就是可以直接揍你的城堡所以 所以如果你是臨近於那種就是 雙方電場交接然後就是已經是劍拔弩張就是 互相在攻擊的那種狀況的話我還是建議如果你要下線的話 還是開個防護罩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像我現在自己不開心 但是我覺得應該已經安全了啦 然後另外一方面也是說 反正我的兵都被清光了 那個雷神兵都被清光了所以也無所謂了 他要打就讓他打吧 那再來還有什麼東西要提醒各位就是說 其實大部分那個就是爭奪大概在前幾天就大概能知道結果啦 就是除非是真的實力很相近啦 但是如果像我們這邊其實算實力算蠻懸殊的 因為那個比較前面的伺服器其實他們 就是都已經農相對很久 然後他們的那些資源啊或者是那種 那種就是特殊的道具都已經累積相當多了 所以基本上沒得打啦 真的真的沒得打 那個那個我當下在打的時候 我都覺得乾那個 那個日本服真的是有夠浮誇的 那個那個都直接撞著那個 那個整個戰力都超級強 不知道到底在幹嘛 我真的覺得超級傻眼的 所以這個階段還是 既然就是聯盟成就跟戰局成就可能就是 已經沒有辦法再拿了 那就是至少個人成就的部分就是 能爭取還是要盡量爭取啦 就是看還有什麼東西能夠就是解完的 那像我這次就是 其實就是算蠻有 比較有認真在在玩這個活動 所以就是很多成就都有去解完了 那就只剩下一些零星的活動啦 那這些活動其實五天的時間我也很夠解了啦 那最後就是在提醒各位就是 就是把握時間啦把握時間 因為畢竟 神秘股幣真的是不好取得啦 那能夠盡量拿取就盡量拿取 然後永恆商店這些東西 有些東西是真的都還算不錯的 所以如果能 在這一次活動能夠兌換的話 當然是好的啦 那當然啦 因為這些東西是可以就是 就是可以沿用到下一次的 所以就是 多取得一些然後留著下次使用其實也是不錯的嘛 所以就是 就是希望各位就是可以那個 多多的參與剩下的活動啊 那以上就是我這部影片全部的內容了 那其實大家也有發現就是我最近更新頻率其實都已經有下降了 那我可能之後還會再出一支影片就是 說明一下就是目前的頻道情況啦 因為 真的最近發生比較多事情啦 那這支影片就先這樣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